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上一集呢,我們在屋頂上面放了一個會結冰的水池,對不對? 就是這裡囉 對,它沒有全部都結冰,對不對? 是我的失誤啊,我忘記確認這裡是不是雪區了 它沒有結冰是因為這裡不是雪區 我們主世界平常不是會下雨嗎?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下雨的時候會結冰的地方它下的就是雪 那不會結冰的地方它下的就是雨 那我很耐心的在這裡等候過了 這些沒有結冰的地方,的確都是下雨水 而不是下雪,啊我的失誤啊 嘿!嘿! 我們先挖兩個冰起來,這一集會用到很多的冰塊喔 醬!這個冰塊啊,如果我把它敲掉或者是它自己融化的時候 像醬,它就會變成水源喔 所以冰塊它其實是一種很方便的攜帶水源的方式 因為你看,水桶如果裝水的話它是沒辦法疊合的嘛 但是我們可以帶很多很多的冰 再去相當於有很多很多的水源啦 好,那它的另外一個特性是 如果冰啊 我把它打破的時候,它底下是一個空氣方塊的話 這樣就什麼都沒有了,它不會變成水喔 那這些冰怎麼辦勒? 還是放著好啦,讓它慢慢解 我沒事也可以來挖一些些嘛 但我還是想要找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可以讓我踩更多的冰塊 好,我們去探險吧! 呦呼! 唉唷!沒有看路 我私底下有稍微自己爬爬走過了啦 我有自己去探索過 如果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西南方有一個超級大的冰原 所以我這一集想要到那邊去 然後如果路上看到什麼好玩的、好吃的 我們就再停下來吧 好,那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出發囉 我先回家拿個食物騎個馬 然後應該就可以準備出發了 就是這裡啦 野生的冰啊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全部都是雪區對不對 待會再來探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裡叫做 在這裡喔 Ice Mountains 所以直翻的話就是 冰山嘛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喔,它不是冰塊喔 挖哪一格比較好啊 我想要找一個挖了也不會被發現 喔,就是這個了 這個挖袋也看不出來吧 沒有掉下來 嘿,有了 這個不是冰塊喔 它叫做 冰磚在1.7的時候才出現的 它跟下面的冰塊長得不一樣喔 我們下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挖下來的冰磚 那這個就是一般的冰塊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喔 它們的差別在於 即使冰磚它底下是一個實體方塊 我把它敲破 它也不會變成水 那這個冰磚有什麼用勒 好像也沒什麼用 它就是一個一般的建材 跟冰塊很像的建材 只插在它不會流出水 然後如果玩家走在上面的話 也會滑滑的喔 像冰塊一樣 所以呢 嘿,咻 有沒有,跟冰塊一樣滑滑的 跟冰塊真的很像 不過還有一個不同點是 冰塊不會生怪 但是冰磚會生怪 那這些到底要不要挖 以後再說好了啦 今天我還是想要先把那個冰塊弄好 我想要很多很多的冰塊 好啦,應該就這一塊了啦 我找了半天 也就只有這個看起來比較大一點點 我們今天先倒個水 然後以後有機會再做成自動化的 好了 我倒完了 而且幾乎是邊倒 它就邊結冰耶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會全部結成冰塊啦 我們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 忘記帶黑曜石了 真是糟糕 唉,怎麼辦咧 以後要走過來我覺得 會很喘 好啦,我們稍微等一下 然後我來挖個冰塊就回家 今天要用到超級多的冰塊 好,快速回家 我想要趕快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做完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這個 我先把材料準備好了 然後剛才那片冰原的確是都會結冰的 所以我就先挖了兩組回來 就是這裡啦 我今天想要來弄我們家的後門 我想要弄成馬可以直接騎上來的 雖然現在馬本來就可以直接上來了啦 可是我想要弄成像這樣子 走到往上 然後平平的出去 我家後門原本是被水給覆蓋的 那我在這邊放了一些方塊把水攔住 最後我也會把它重新打開 我想要做成一個類似隧道的水簾洞的感覺 以後騎馬就可以直接騎出去 那我剛才稍微想了一下 我已經先把村民家的牆壁內縮一格了 因為這邊等一下可能會有水流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裡面啦 唉唷他們這個材質包的村民真的好恐怖 獵奇 那這裡我想要先挖出一個可以容納水流的地方 萬一我到時候施工失敗的話 水一流下來 至少會留在這邊 不然地毯真的太怕水了 萬一水流出來的話我還要鋪很久 那我就先把它挖成一整條 一個水流階梯的感覺啦 到時候如果水不小心流下來 還可以停在那邊不要亂流 然後呢 我想要做一個隧道的感覺 這樣子跑出來 可是我又不想破壞這個原本就有的水 所以 我看一下喔 我們家出口是這四格 也就是說 這個通道要高一點 這樣 應該有對齊吧 啊 我沒有泥土 這裡先鋪起來 然後這邊 我不想破壞那個水嘛 所以 我就用玻璃吧 這樣子的話我還可以看到這邊原本的地形 那 對 因為我沒有帶絲綢之處在身上 所以 就保佑我千萬不要放 千萬不要放錯 嘿嘿 這樣 所以最後結果就是這樣子走出來 再來就是這裡 唉唷 我滑鼠開始會連點耶 這樣 這樣 OK 那這裡呢 唉唷 我想要讓它跟草地做一個銜接 所以我用了綠色 這樣 4 3 2 1 唉唷剛好耶 好險 差點不夠 那這裡要放 嘖 可是這邊又不能生怪耶 我現在也只有螢光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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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天哪 我想不到好idea怎麼辦 呵呵 換回原生材質包應該會存到爆炸 再來就是把這裡給整理一下啦 稍微整個地 不然如果水流下來的話 當我把這個打開 然後水流下來 照這個現況 它會留在我樓梯上 嘿 不要亂留 拜託 沒事沒事 停停停 這裡要停喔 唉唷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把它全部打開啦 OK 接下來就是屋頂 這個通道的屋頂我想要用玻璃 把它全部擋住 因為我要騎馬 所以至少要有三格高的空間 好那接下來就是 挑戰我不要出錯 因為我還是沒有帶絲綢在身上 好啦那我就撲一撲囉 好那接下來就是放水 我先放給你們看 嘿 它會流成這個樣子 真的是超級奇怪的 如果放在這格的話 那也是一樣的 因為賣塊的水 它會尋找五格內的最低點來流 所以如果在這格倒水的話 它就會想說 欸與這格相鄰的 1 2 3 4 這四格中 它發現這格是最低的 它就會一股腦的往這格流 那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啦 那如果我倒在這格的話 我把水倒在這格的話 它就會判定 欸這四格 周圍這四格 高度是一樣的 它就會分別往旁邊再比較一格 所以如果我把水放在這格的話 它就會比較周圍這四格 然後發現是一樣高的 它就會再往旁邊再比較一格 就變成這一格 這一格 還有距離兩格遠的這些 它就會發現 這格是空氣耶 所以它更低 所以它就會一股腦的往那個方向流 像這樣 就變成像這樣子了 那這樣的缺點就是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創造無限水源 因為我在這裡放一桶水 然後這裡放一桶水 結果發現它中間根本不會有匯集 所以不會有無限水源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 這樣處理的方式就是使用冰塊 那在這裡會遇到另外一個情況是 我自己想要的感覺是 我在這格倒水的話 水會一股腦的往前流嘛 而不是往旁邊流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讓它 往旁邊流 而不要往前流 可是這樣的話 就跟剛才我說的那個不一樣了對不對 所以那邊我想要使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是讓它不要往前面流 好 所以如果我現在在這裡倒一桶水 它會同時往兩邊流對不對 像這樣 因為它判定兩邊的距離是一樣的 那今天我想要的效果是 這一個是水源 然後只往側面流 不往前流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 先放方塊 然後在這裡倒水 像這樣 它就會直往旁邊流啦 那我再把這些全部敲掉 唉唷 我應該直接用冰塊的 像這樣 然後再把它敲碎 OK 然後我再把冰塊敲掉 我看一下喔 對 要先敲冰塊 冰塊敲光光之後 就可以把泥土挖掉 然後就會發現 水不會往前流 這就是我想要的感覺 有 沒有 一個水連動的概念 我就是想要這種感覺 既不破壞地形 又盡量跟地形結合 再來就是我想要放 螢光石來照明 我們家的螢光石已經泛濫成災 沒有成災啦 反正就是很多 我想要把這個水的底下 放滿螢光石 不知道好不好耶 像這樣 螢光石階梯的感覺 像這樣 這樣應該OK吧 這邊也是一樣的 嘿嘿 唉唷 唉唷 那滑鼠壞掉了 可惡會連點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至於這整個切面啊 看起來就醜醜了對不對 我再考慮一下要怎麼樣把它弄得漂亮一點 可能蓋一個樹啊或是什麼造景 把它稍微擋住就好 今天就是先讓它從前面看的時候有一個 水連動的感覺 這水怎麼突出來 喔是材質包 沒事沒事沒事 我下次再把材質包換回來 好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裡啊 這一面牆也看起來怪怪的 我們以後再慢慢修 好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囉 然後我突然想到 我們還沒有打凋零王耶 下一集 我想要來改造一下 我們上次遇到的地獄堡壘 讓它可以生出更多的凋零 然後我們就擊殺凋零 來獲得凋零頭 就可以召喚凋零王囉 喜歡這系列的話可以按下訂閱和打開小鈴幫 才不會錯過我的任何一部新影片喔 我是小哥白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